沒感覺的人 就是我不太會悶啊 不太會痛 一直都還不錯 是嗎? 對對對 那個時候 然後我媽就說 她今天要找我一起去台北的哪裡玩 要去逛街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覺得要去打火車 她每次快翻過去的都被我們打斷 然後我就一直路上隱約越來就覺得 肚子痛 我一開始以為我是腸胃不舒服 因為我沒有筋痛過 沒有筋痛過 在那之前我就是沒有很明確的筋痛過 對對對 我就是不太會筋痛 對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說今天很奇怪 直接喝冬瓜好了自己喝出病來這樣子 沒錯 真的不要不信邪 我在那之前我都不信我媽媽每次跟我說 你身體期不要吃太涼的東西 什麼冬瓜 西瓜 冬瓜茶這一類的東西 冰水不要喝 我從來沒有在信到這個 對 然後那個暑假 然後我那一天我就一直覺得隱約胃 腸胃那個區域很痛 然後越來越痛 然後到之後我開始嘴唇發白全身冒冷汗 然後一直到火車站前面有一家漢堡 我們走到那邊計程車下車 準備要過馬路去坐火車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我連站都站不住 我就整個人貪軟 然後我媽就掐著我你知道嗎 掐著我一下把我架著 然後說我們去漢堡王買一杯熱可可 買一杯熱可可 舒緩筋痛 就說我不是應該送醫院 然後就是妳媽就纏著妳 然後把妳拖進醫院 然後妳臉色發白 然後流冷汗 然後嘴唇都紫色 然後進去 然後妳媽就對醫生大喊 她喝太多冬瓜茶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媽就說不知道 她喝太多冬瓜茶了 我媽就說不知道 她喝太多冬瓜茶了 我媽就說不知道 她不知道 我整個暑假都不知道 她喝太多冬瓜茶了 我媽就說不知道 她不知道 她不知道 然後她就想說 帶我去喝個熱可可會不會好一點 然後我一走進去 連熱可可都還沒做完 然後那個電源姐姐 所以妳媽就只看救救我 然後妳在台床上 然後醫生就過來很緊張 然後看著妳那個 先拍給電話 給電話 Moh